一箭双雕,从前有两只大雕,他们常常吵架,别的大雕劝他们要和好,否则他们会吃亏的,可是他们不听,还是常常吵架。 有一天,他们正在争夺一块肥肉炒来炒去,国王看到了,就命令他们射箭手把这两只大雕射下来。 当这两只大雕咬住肥肉,打在一起的时候,神剑手一箭射出,同时射中这两只大雕,别的大雕知道了,都叹气说,哎呀,我们常建议他们和好,劝他们要把他们的脾气改一改,可是他们完全不听,哎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啊。 感谢观看